字幕提供 嗨,我是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熊仁謙 我今天要告訴你 怎麼站在正確的位置 讓你能夠更加輕易的正面思考 上一支影片我們談到 我們人會急著對於未知的狀況 下一個判斷跟下一個反應 因為未知讓我們感到不安 所以我們就會傾向於給他貼一個標籤 不管是好或是不好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對於一些我們感到不安或是不喜歡的狀況 比如說延期,比如說遲到 或者是各種突發性的狀況 我們會覺得不安,我們會覺得憤怒 所以都會貼一個壞的標籤 很難去正面的思考一件事情 這關鍵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想法跟立場 影響了我們整個論述 有一組心理學教授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讓兩組學生 聽同一個教授進行演講 這個教授是同一個人 講的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內容 這兩組人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 A組從頭到尾都拿著一杯熱咖啡 而B組呢,從頭到尾都拿著一杯冰可樂 事後讓他們對於這個教授的演講內容下一個評價跟評語 那麼A組的幾乎所有組員都傾向於說 這個教授很熱情 這個教授人很好 這個教授對人生很有想法 而B組都覺得這個教授很冷酷 這個教授不懂得站在對方的立場為人著想 這個關鍵的差異在於他們一開始站在不同的立場 那他們的立場呢 是受到了他們所碰到的東西 一組是碰到熱 所以他們感到這個教授很熱情 另外一組碰到的是冰冷的東西 所以覺得這個教授很冷酷所影響 因此我們人其實對於一個人的看法 我們對於一件事物的看法跟評判 很多時候都被我們一開始的立場給決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立場決定之後 我們後面幾乎不太會去改變這個立場 我們只會盡量去捍衛他 舉例來說當你在看一場足球比賽 你喜歡的球員如果被裁判給 舉了黃牌或是紅牌 判他犯規的時候 你一定會感到很憤怒 然後想要找各種理由來證明這個裁判判錯 但當這個裁判判的這個犯規的人呢 不是你喜歡的球員 而是一個你很討厭的球員的時候 你不會去思考 到底他判的對不對 你會下一次覺得說 對沒有錯他判的就是對的 這個球員就是該出場 這是因為我們陷入為主 就對一個球員喜歡 而對另外一個球員不喜歡 所以我們之後所有的想法跟論述 都會盡量去捍衛我們這兩個陷入為主的觀點 所以我們往往無法正面思考的原因 是因為當我們面臨到一個狀況 或者是訊息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先入為主的立場 認為這個訊息或狀況是負面的 要讓我們可以正面思考 很重要的一個點是 開始改變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這當然很困難 因為當我們在面臨到狀況的時候 當下有太多的情緒 跟太多的環境 還有太多的各種因素影響著我們 但是一個可以練習讓我們開始 改變我們的想法 開始去看待事物 開始正面看待事物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回憶的 因為當我們在當下的時候 你可能會因為各種的壓力 跟各種的環境的因素 讓你沒有辦法好好的停下來 去看到事物本身的優點跟缺點 反而會傾向於 因為它是一個未知的狀況 它改變你原本的計畫 竟然認為它是一個不好的或是一個缺點 當然我們在回憶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加放鬆 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 那些情緒也不會再這麼重要的影響我們 當下環境的那種壓力感也消失了 所以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從每一天 回憶今天發生的某件事情 當下讓你感到很憤怒 可是其實那件事情 是有某種優點存在的 一定有 只是也沒有找而已 因為每件事情 一定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我們只不過是當下急著 先看到它的缺點 忘記它的優點 可是透過於這種回憶的培養 能夠讓我們看事情更加更加的正面 舉例來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前陣子去泰國玩的時候 那他原本就做很多功課 知道那邊可能會遇到一些計程車司機 會騙錢或者是會欺騙這些客人 但是當下他也大意了 所以他在某一趟旅行的過程中 就被騙了400塊錢 當然大家他很憤怒 他覺得自己很笨 平常看了這麼多資料 都已經知道說 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卻發生了 但是事後回過頭來想 他發現到 他第一次被騙 騙的是400塊 不像有一些人第一次被騙 可能被騙的是幾十萬上百萬 而這一次被騙400塊錢的這個經驗 說不定就能夠避免他 讓他在之後 掉入被騙幾十萬 或幾百萬的這種現金裡面 所以那件事情 等於是給他帶來了一個學習的經驗 是有優點的 如果我們能夠用這種方式去回憶事情 慢慢培養我們在看待事情的時候 同時關注這個事情的優點 跟缺點的話呢 那麼正面思考 將不再這麼困難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到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臉書 跟YouTube按讚與分享哦 試試看吧 你會更快樂的 Give it a shot You'll be happier I'll be happier I'll be happier I'll be happier